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这个是在田尾买的兰花 最近其实蛮多都在开花了 我上次去田尾的时候看到 这一类型的兰花满满都是在开花 属于白拉索系列的兰花 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名称称为烟火 烟火加德利亚兰 最近是它的开花季 那烟火呢,其实它没有那么热门 有一阵子还找不到 但是最近呢,因为有大量的人工的繁殖的关系 所以数量变得非常的多 也就是这样呢 这一次去的时候看到好多好多的这一类型的兰花 那这一类型的兰花有一个特色 它其实最近几年 它流行的颜色其实不太一样 以往呢,我们在看这个兰花的时候 它的颜色呢,都是比较偏黄金色的 如果你最近在市场上有找过它的话 你会发现说,市场上的它 这一类型的兰花都是黄金色的居多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呢,都是一般色 最早的时候都是一般色 这类型的,你看这个白色的颜色就比较偏一般色 相对而言呢,那个黄金色的比较少 不过呢,大概在几年前的时候 就有人做了一批的小苗出来 那这一批小苗出来刚好反过来 都是黄金色 反而一般色的颜色比较少 这个在几年前我在找这一颗兰花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现象 当初找不到它 突然有一天我想种它的时候 发现我找不到它 那为什么找不到它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做 那市场上就没有 那前几年的时候呢 突然就发现 有人开始做 有人做了一批的这个烟火豆 烟火加德烈兰出来 你可以说它叫烟火加德烈兰 或烟火白拉索也可以 那这一类型的一出来了以后呢 你就发现说市场上的全部都是黄金色 反而一般色变少了 那这一颗呢 是里头一批里面 就是那一批黄金色的颜色里面 有挑出来的一颗白色的个体 那一天我在看的时候就特别选它 因为它是白红的个体 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那个黄金色看久了 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腻 因为全部都是黄金色的个体 反而一般色就少很多 那这种白拉索系列呢 它的叶型就长这样 直直直直条直条 这样一条一条的 这个表示它有几个特色 通常是比较耐高光 或者是比较耐低 那个水比较低的状况下 就是它比较耐干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种 这种蒸叶型的叶子 大部分都是生长在 比较干燥的地方 它比较防水分的膳食 那其实这个兰花还蛮适合上版 因为它的开花 其实你看现在开花是平行的 对不对 那它是其实它的开花应该是往下垂 它应该是下垂型的一种花絮 所以它应该蛮适合上版的 然后它的直条也是下垂型的 所以就会往下开的感觉 如果植株非常多的时候 它其实开起来会蛮壮观的 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看它的花色 虽然不是这么的端正 不过它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兰花 它的花形为什么叫烟火 也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主要它开起来的花 就像烟火炸开一样 所以就被称为烟火的白拉索 那这一类型的兰花 像白拉索系列有一个很大的特征 大部分在晚上的时候会香 像是在我们常见的叶夫人 也是白拉索系列 那这一类型的在晚上的时候 就会充满了香气 不过叶夫人这一类型的 台湾的白拉索系列 能看到的不是这么的多 我们通常会觉得说 白拉索还蛮多的 像是叶夫人 像是烟火 然后还有像是几个 像有一个F什么什么什么 那一个开头的 这三个是在台湾的 这个种植的地方 算最多的三种 但是还有什么T什么P什么的 就是学名T什么P什么 相对而言少非常非常多 主要原因就是 可能有些的海拔不是那么适合的种植 它并不是属于低海拔的物种 所以在种植起来上 可能相对有难度 那这一类型的兰花呢 所以白拉索系列我们常看到 最常看到还是以叶夫人为主 那叶夫人这一类的 其实种植就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好种 如果你盆植基本上也长得不错 板子也长得不错 那当然它有分成喜欢开花的 跟不爱开花的 那目前市场上这一批的烟火都 开花镜都还不错 其实我手上还有两颗 那有两颗在盆植 就是种在盆植里面 开花其实也都还蛮会开的 那主要还是黄金色的颜色为主 那两颗是这一批石森苗所播出来的 同一批 我发现应该是同一批 因为这个市场上就只有一批 这一批呢量非常的大 而且因为它比较不热门 你会发现它的花形花色比较特别一些 所以相对而言 它是一个比较不热门的品种之一 那我的建议就是上板 它是上板以后呢 还蛮好照顾的 而且基本上时间到了就开 而且还不是一种 不算非常定期的开法 最近刚好是它的花季 不过我记得一年的花季好多次 相对而言 它是属于多花季型的 就是它不一定是 完全是固定在一个时间开的一种兰花 我记得我之前冬天秋冬的时候也开过 所以时间并不是这么固定 不过最近应该是它的最主要的花季 看它几乎每一颗都开 至少在原子看到的地方 它每一颗都开 好 所以它其实非常的好 非常有趣 那这种开花形态 因为它很像烟火炸开一样 所以才被称为烟火 白拉索 你可以看到学名就写白拉索烟火 白拉索烟火 这个就是它的学名 B就是白拉索的意思 那C什么 C-U-C-U-L-A-T-A 这个就是它的学名 总组 总角名 那后面SIB就是兄弟焦的意思 所以它是用兄弟焦所做出来一个植株 那最近呢都已经到开花季 所以市场上 其实很有趣 它的价格一直起来都没有很大的变化 在小苗的时候 我那时候买过小苗 小苗价格跟现在差不多 然后长到开花个体以后 跟现在也是差不多 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它的 它的大小没有跟它的价格 完全有很大比例的变化性 所以又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 一颗其实还蛮开心的 不过它的材质开始腐坏掉 你看它材质已经开始有点 糊掉的感觉 所以这个其实要更换材质 不管你要上板 或者是你要换水草都可以 不换的话 它就是材质会慢慢的裂化 一样会裂化 会死亡 然后它的根部就慢慢的死掉 所以基本上建议就是 回来的时候 你可能要换一些材质 把它换到比较适合 因为这个材质应该都 后来就没有换过了 那里面放一些肥料 这个固肥呢 其实里头这个固肥 应该是好康多了 不太建议使用 如果你们在露天的环境状况下 用太多容易死亡 好 感谢你的收看 这个就是很可爱的兰花品种 白拉索 最近刚好正是它的开花季 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 真的是可以收回来看看 其实还蛮可爱的 开起来就像烟火炸开一样 所以就被称为烟火白拉索 好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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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